Landon from KL 現在是坐著發電廠 發電 發電 是發電給人家用的 賣給人家用的 賣給人家用的 叫哪裏做 藍彈 藍彈 不是Hydro 什麼公司名 等一下我給你們看看 發電廠 所以難怪我們要給他燒到 我會躲在講話了 我們請我們的發電廠 謝謝我的團隊給我這個機會出來 我們的價值觀就是誠信 今天我們為什麼會用誠信來設定成為我們公司的價值觀 你看當然講 因為你要吸引他們的分數 公司的最基本的就是賺錢 賺錢就是我們認為誠信就是你的賺錢方法 因為今天每一個人買的東西 不一定是那個物品的價值 而是那個公司的誠信 首先誠信我們怎樣去放在這個公司裏面呢 第一我們就要組織我們的領導 灌輸他們誠信的重要性 因為誠信可以給X員工一種安全感 但誠信就是不只是在我們賣東西給別人誠信 我們跟supplier拿貨 或者是我們對我們員工的承諾 都是一種誠信來的 所以這個就變成了一種文化在公司裏面 你公司答應我做的東西 一定會做得到 就是有這個誠信 我做到這樣的東西 我公司一定會保障我這樣子的回報 也是一種誠信 所以他present給他們的customer賣這樣子的一個產品的時候 他們也是自自然會有誠信在他的後面 support 他也是很有誠信的去implement賣他的東西 OK Case study呢 我們就用回 因為我本身我的行業比較難用 我就用回珠寶來做一個example 珠寶呢 在市場上太多真珠寶又有假珠寶 就誠信就是一個很basic的一個element 為什麼你會去跟他買珠寶 這個就是一個誠信 這個誠信就是用了很多不同的方法 就是賣的人的人品 然後你售後的責任 口碑讓你的顧客 買了過後很有誠信的 就算我買一個1kg的gobar 我肯定不會去破開來 因為我對他有誠信 ok so 最後呢 我們是想講 我們的那個產品 有誠信就會有一個保障 當有保障了過後就有口碑 口碑了過後就會有人傳人 把生意也做一個長久 就像現在做了很久的那種產業 通常都是很有誠信的產業 誠信就是保障公司的一個價值觀 好 好 我們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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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